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武漢市漢陽黃金口的一個小區 兩名孤寡老人因為封閉管理 沒有食物可吃 3月3號 携手跳樓自殺 小區居民在拍攝的視頻中說 社區從來不關心老人 死者就是可憐 3月3號 一名武漢市民在推特爆料說 他的家人肺部影像毛玻璃狀 已死染病卻住不了院 現在武漢的確診標準是 一 有症狀但核酸檢測陰性 不算新冠病毒感染 二 核酸檢測陽性但無症狀 也不會進入每日官方統計 他說 這也不算 那也不算 於是每天官方數字就和諧下降了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醫生曾迎春 因在國際知名醫學雜誌《柳葉刀》上發表文章 2月27號被院方停職並降級處分 曾迎春是廣東第一批支援武漢的醫療隊隊員 到武漢後一直在一線工作 他在文章中披露了抗疫第一線 醫務人員的艱辛與困境 並向世界求助 貴州武當區實驗小學教師宋俊鴻2月3號 因在微信群發消息被當地警方拘留10天 同時還被武當區教育局取消其教師資格 他發貼的內容是 通報的死亡人數都是虛假 光武漢一天就死500人 全國更不敢想像 武漢現在又重新啟用一家已經關閉的殯儀館 總共8家殯儀館 一天24小時不停火化死者